二十五歲的長子意外慘死 老爸爸在殯儀館內 越說越氣憤痛苦 水泥汁的紐澤西護欄 被撞到一位 二十五歲的陳希男子 十九號和友人一起晚餐後 將近九點騎車在新生路上 通過路口時直直騎 撞上了紐澤西護欄 送醫搶救人士傷重不治 他應該是對他路況不熟 所以他有開導航 實際跟著導航走一趟 來到新生和新崖路口 導航確實只是用路人繼續執行 不過抬頭一看 路面上排了一整排的水泥 紐澤西護欄 晚間照明不足 路況不熟 再加上現場沒有任何警示和標示 會危險 但是最主要還是在晚上 事實上二月二十九號晚間 才剛傳出一起意外 三十一歲的送信騎士 一樣是騎車自撞 索性只是查錯傷 短短不到一個月 陳信騎士行經一樣的軌跡 卻不幸喪命 負責管理維護的高雄市公務局表示 拿出地籍資料證明土地所有人就是交通部航港局 不過航港局也有話說早在二零一五年以交由高雄市公務局養工處維護管理 2017年當時還設有左轉的反光標示 不過2022年單箭頭卻不見了 現場沒有任何市警標誌 路口變成了死亡陷阱 家屬也表示未來將不排除提出國賠 華視新聞領域者 許麗森 文學 高雄報導